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12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 專家就倡議應該要取消遺風強檢的行動 加因對截斷病毒源是非常沒什麼作用 但既是鄺仔說強檢令的最大作用 應該是一來就是導致病毒 其次就是罰錢 最新情況如何 今天又罰多少錢 這一節和各位了解一下 另一邊雙也和各位網友講講一則消息 翠文 話說2022年中國最醜的建築物名單又出現 據了解可以用微信投票 究竟那些建築物是什麼樣子呢 這一節我們一起直擊一下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最新報道 何柏良倡議 取消大廈強制檢測 認為失去截斷這個傳播鏈的原意 報道的內文是敢格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 大廈強制檢測已經失去原來的意義 成效低但要動用大量資源 並令市民感到抗疫疲勞 建議取消行動 何柏良在商台節目表示 大廈強制檢測 在疫情初期推出 可以在香港擠迫的環境中 盡快截斷傳播鏈 但現在本港每個星期有7至8萬宗感染個案 基本上所有污水樣本都含有新冠病毒 污水檢測已經起不到原先的作用 加上政府政策容許確診患者居家檢疫 即是某程度已經接立大廈裏出現橫向或直向的傳播 如果仍然要大廈居民強檢 在政策上互相矛盾 邏輯上也行不通 建議取消大廈強制檢測及遺風強檢 避免加劇市民抗疫疲勞 何柏良說 相關行動的成效要視乎找出的個案 佔整體確診數字的比例 如果比例低 但動用相當多資源 成效就會變低 同時要了解民意 有關措施 是否擾民及有沒有互相抵觸 他強調 現在防疫重點已經轉移 並非不容許社區有傳播鏈 而是要減少重症及入院率 先問各位網友有沒有做過強制檢測 就是你住那座樓曾經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結果你要下樓 去到附近的核酸檢測站做檢測 但有些核酸檢測站就不在這條村 那你怎樣呢 你可能搭幾個站的巴士 又或者走得遠一遠 去到新水新汗 做完那個撩鼻 撩喉狼 回到家等 陰性 沒什麼 誰知沒多久又來過 你那座樓又更強檢 結果你又要重覆做過 問各位網友的意見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重覆做過強制檢測 最多做過多少次 那現在有專家就認為 其實有個大漏洞 加因現在 政府就容養一些患者居家隔離 除了符合某些條件 你可以居家隔離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預料污水一定有新冠病毒 那污水有新冠病毒又強檢的話 結果又到處都納入強制檢測大廈 所以每一晚約11點多 大家會收到一些短信 說 現在又不知道多少座樓 過萬棟樓已經立入強制檢測 簡單來說 每個人都要做強制檢測 那不知道各位怎麼看 贊不贊成取消大廈遺風強檢 還有那個 最好就不用做了 是不是 因為你的強檢令 罰那個錢都蠻禁的 順便看今天的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道 尖沙咀擎天半島第一座 有14個人未有強檢 當中6個人被罰1萬元 怎樣能夠做到這個檢查強檢的 通常做法就是你樓下開一檔 就抓住大家上班上學的時間 途經的時間就要出示手機短訊 若然你出示不了的話 你有機會罰錢罰1萬元 連日你 因為這個強制檢測令所罰的錢 都是非常龐大的 保守估計都幾百萬元 接下來會不會陸續增加呢 看款式會繼續有 基本上星期日都會抓強檢 一有 專家就認為不如取消它 即是大廈遺風強檢這堂東西 不知道各位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給意見 另一邊想和各位網友講講這則的趣聞 根據HK01的報導 2022中國最醜建築提名名單就出路了 有微信的話可以投票 人體博物館是暫時領先的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又來到每年一年一度 中國最醜陋的建築選舉 內地的建築 唱研網每年都會舉辦選舉 給市民和各界建築師 設計師 建築評論家等等 入圍建築進行評審 從而選出每年中國國內最醜的建築 究竟2022年哪座建築物會跑出呢 自從2010年開始 建築唱研網就會舉辦中國最醜陋的建築選舉 建築唱研網會先公開收集醜陋建築的投稿 給市民提名大家心目中中國內最醜的建築 舉辦機構會根據選出符合九大標準 分別是建築使用功能極不合理 與周邊環境和自然極不和諧 第三是抄襲 山寨 第四是盲目崇洋 仿古 第五是折衝 評酬 第六是盲目仿新 第七是刻意象徵 隱喻 第八是體態怪異 惡俗 第九是明知不可為而刻意為之的作品 提名同時間大眾都可以為建築投票 其後大會就會將大眾和評審所選的選票結果綜合 再排出那個年度中國十大醜陋建築終極排名 我們不妨看看當中好幾座不同的建築 大家一起評一下理 首先大家看到有十里香津大廈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另外西安大粵城就在陝西 另外有廣州航空輪胎大科學中心項目 整個輪胎一樣 不過看樣子就有點噁心 第六有張家界工人文化館 紅色一塊 比較厲害 相信大家都一致認同 就是人體博物館在安徽 暫時排行第一 看相片就看到一個橙色的男人 但在說很多網友就說這個人好像坐在馬桶之上 這個選舉也相當有趣 來自HK01的報道 估計那個排行結果有機會會有所調動 不過第一名 那個橙色的人坐在馬桶 即那個建築看來暫時排行第一 走不掉了 另邊商人也跟各位網友說說這則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位港男分享在竹高灣隔離的感想 就說住足八天都不覺得悶 有一件事美中不足地說 報導鏡內文是這樣的 各位港男就在Facebook分享竹高灣隔離營的住後感 在營裡度過了八日七夜 離開營舍的時間獲得一張天制一百的免費票 就說人生中未試過去那麼長的Camp 還要只能夠在房間裡 他益術入營的時間有病症 就說少少發燒和喉嚨痛 休息過後每天已經大致恢復 有精神做運動 其後更加成為了每日的習慣 就說做完運動個人又精神一點 由Day2開始 每日都有一萬步 在房間裡跑來跑去 都是看著片般原地跑 至於其餘時間他都過得非常充實 即然入住的八日都不覺得沉悶 就說做一下運動、看片、做一下學校 回覆一下Facebook和Whatsapp等等 形容今次是難忘經歷 甚至是慶幸能夠入住 就說享受到難得的七日寧靜 自在的生活 一生中都未試過這樣的體驗 最正是可以放題睡覺 不少同樣經歷過旁邊的網友 看過港南的出營感想都有共鳴 有網友是這樣說的 我喜歡你那句睡覺放題 這幾天真的可以坐閃 也有網友看到港南離開營舍的房間 整齊的狀況 但爭他是好住客 這位港南幫忙分享了 還有他的百日七夜入營隔離的感受 記得隔離營起初有些粟米鐵餅飯 人手嚴重不足 有很多叫天不應的情況 近期暫時人手是充裕的 亦都感激了前線工作人員 照顧他一日三餐 希望隔離營最好用不著的 是否才有病 就要做隔離才用隔離營 但未來香港的確診數字 累累破萬的話 未知道前線的壓力能否應付得到 大家都不想再見到第五波疫情高峰 當時醫院又倒塌 隔離營又倒塌的情況 我是郭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